哈喽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恶之花第五集的故事 这集说到,阿秀和出租车司机大春终于在约好的民宿外见上了 大春上来就找阿秀要春嫂的下落,阿秀却对春嫂的名字完全没印象 这时波哥打来电话,大春淡定的让阿秀接电话 阿秀终于从波哥这里得知,春嫂是当年连环杀人案的最后一位受害者 大春就是春嫂的老公,大春拿出了上集中大婶拍照时意外拍到的阿秀和阿珍的照片 阿秀心下了然,对方是有备而来 要是自己乱说话,不仅身份可能暴露,家人也会受到威胁 于是匆匆挂断了电话,阿秀抢过大春手里的照片撕得粉碎 坚持父亲做的一切和他无关 大春根本不听解释 毫无预兆地发动突袭,迷奥疯狂钻入阿秀的口鼻 阿秀用偷偷准备好的玻璃碎片打伤大春逃走 他把自己和阿珍意外被拍下的照片扔进民宿外的火堆 这时大春追上来抓人 阿秀挣扎了一会,最终还是沦陷了 这一幕全被民宿老板娘看见了 警方很快接到报案,有出租车司机施暴绑架 阿珍和小白怀疑和大春有关,连忙赶了过去 他们先是提供了大春的照片 老板娘一眼认出这就是施暴的出租车司机 接着,阿珍又在现场找到了阿秀挣扎时遗落的手机 强忍着震惊的心情,打开了手机相册 找到阿秀的照片,找老板娘确认,顿时赶到五雷轰顶 被绑架者正是绝对不该出现在这里的阿秀 阿珍马上打电话回警署,申请对大春出租车定位 她和小白开上警车,开始追击大春 在疯狂的追夫之路上注定充满荆棘 眼看阿珍就要成功拦截大春 大春心生一计,把车上的计驾器往后一扔 直接砸在警车玻璃上,导致阿珍发生车祸 彻底追丢了大春 紧接着大春把阿秀抓到秘密据点继续审问春嫂的下落 阿秀坚持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并吐槽大春因为真正的仇人秀霸已死 为了找到妻子,硬是把无辜的阿秀当成共犯 两人开始了心理和生理上的激烈较量 另一边,组长因为阿秀被绑的事找到阿秀的假爸爸 假妈妈,他告诉二老 最近有一名罪犯频频作案 意图嫁祸到18年前一个杀人犯的儿子阿秀身上 警方猜测罪犯是想继续给阿秀 这里指的是杀人犯的儿子泼脏水 才绑架了老白和老灰的儿子阿强,现在的阿秀 老白当下很崩溃,拼命问起关于阿秀的案件 这些年,阿秀一直伪装成他们的儿子阿强活着 没想到藏了这么久,还是被仇家找到 有可能暴露身份 老灰赶紧安抚妻子,转移话题 他的状态要稳定很多 组长告辞后,在门口逗留了一会 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一般人儿子被绑都是各种情绪失控 拜托警方救人,但老白不关心儿子阿强 反而老问陌生人阿秀的案件 老灰又过分地淡定 这多多少少,有点不正常 此刻,老白和老灰在密室里看着亲生儿子 情绪很不稳定 老白担心阿秀伪装成他们儿子的事暴露 牵连他们,到时候就没人照顾儿子了 老灰依旧淡定的一批 他安慰妻子,阿秀一定会被绑架者杀死 届时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全部的真相 一旦警方侦查过来 他们就把自己塑造成一对可怜的老夫妻 不清楚阿秀的所有过往 谎称是因为被阿秀抓住了某个把柄威胁才领养了他 这样一来就能最大限度博取同情 这个老灰真是老阴谋家了 与此同时,阿秀的暗线CP波哥也在努力为他的案子奔走 波哥从一个参与过调查秀霸杀人案的警察那里打听到 春嫂失踪案有目击证人 这里引去了详细的谈话内容 警方似乎基于某个尚未公开的情报 怀疑阿秀是秀霸的共犯 此刻,失去耐心的大春开始往水池里灌水 要么水仙续满淹死阿秀 要么阿秀在水续满前说清楚 春嫂失踪那天做了什么 最后的指控与辩解就此开始 据大春所说,春嫂失踪当天 有目击证人看到春嫂被人强制带上了秀霸的车 是阿秀帮秀霸做出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才躲过了警察的调查 阿秀毫不心虚地对了回去 他表示,案发当天到第二天上午 他确实一直和秀霸在一起 他以十分钟为单位 向警方详细说明当时父子俩都在哪 反倒是那个目击证人当时不仅喝了酒 后来还推翻的证词 两者之间显然目击证人更不可信 这时,大春用一件关键证物 让阿秀哑口无言 这是一个挂在手机上的鱼挂式 而天津饭却说过 阿秀手上也有一样的鱼挂式 重点,这是他和春嫂为了纪念感情亲手制作的纪念品 又不是烂大街的商品 还有可能撞到同款 所以大春才推测 阿秀是秀霸的共犯 杀人后拿走了属于春嫂的那个鱼挂式 阿秀哑口无言 不是因为大春的推测就是真相 而是因为鱼挂式是姐姐美丽送给她的转运礼物 现在大春整这么一出 是不是意味着美丽有可能是秀霸的共犯 阿秀不敢想 更不敢说鱼挂式是姐姐送的 生怕大春去打破美丽平静的生活 另一边 警方寻找大春的过程中陷入了僵局 旧夫心切的阿珍不想干等 于是求助前辈老胡凭借经验出谋划策 结果还真被老胡想到了一个切入点 之前有一起案子 当时那名罪犯明明要搬走了 却换上了昂贵的智能锁 似乎在隐藏什么 这才引起了老胡的疑心 最后揪出对方 当下老胡赶紧和阿珍前往大春家里 大春要求尽被害人 肯定得有一个场所 还得有一个牢固的智能锁 不出老胡意料 他们还真找到了幻所人的信息 于是顺着幻所人的指引 火速赶到了大春的秘密据点 老胡拖住了发疯的大春 几番缠斗下来 双方各有负伤 阿珍这边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找到了水池底部的阿秀 阿秀已经昏迷 绑住阿秀的绳子一时半会又解不开 阿珍只能赶紧吃豆腐 不对 是嘴对嘴换气救人 亲着亲着 阿秀短暂清醒了 记忆突然闪回多年前的某个晚上 阿珍倒追阿秀不成 有些生气 阿秀为了让对方知难而退 讲述了自己高中没毕业 到处流浪打架 并且他非常喜欢这种颠沛流离 有些疯狂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 阿秀说自己脑袋不正常 能看到死人 结果阿珍误会阿秀 是恋恋不舍某个已故的长辈 他猜对了一半 阿秀看到的确实是长辈秀罢 但只有恐惧和痛苦 完全没有恋恋不舍 阿珍还用自己的故事来开导阿秀 当年过世的奶奶总是出现在梦里 阿珍积极地面对新生活 阿秀一脸猛圈 这两个完全不是一种状况 好吗 天然呆的阿珍 却不管那么多 他要亲口教会阿秀 如何去爱 如何被爱 如何正式情感 阿珍说到做到 说亲一口就亲了阿秀一口 阿秀遭到惦击 他笨拙地学习阿珍送走奶奶的方式 竟然奇迹般地送走了秀罢 于是 当接吻停止后 阿秀也亲口回应了阿珍这根救命稻草 时间回到现在 依旧是这根救命稻草 救了阿秀的命 阿珍终于解开绳子 把阿秀救了上来 接下来又是一波疯狂地吃豆腐 阿不对 是疯狂地嘴对嘴救人 可这回好像不那么好使了 阿秀始终昏迷 阿珍痛苦呼救 本集完 本集中 阿珍就夫心切 几次情绪失控 第一次是因为他谎称 仓库里找到的手表是他的 小白因为阿珍戴这么贵的手表 多问了几句 阿珍脱口而出 表示老公的他只负责送修 但不久前 阿珍还说手表是他的 阿珍被小白问得不耐烦 爆发了一波 然后是老公被绑跟丢大春 他情绪失控 拜托老胡出谋划策 结合之前老白指出 阿珍有双重人格 阿珍也半开玩笑地说 自己有不为人知的过往 我们进一步分析 阿珍或许不仅只有表面上警察的身份 甚至于他身上的秘密 不一定少于阿秀 另外 阿秀的姐姐美丽送出鱼挂室 这一点让他嫌疑暴增 本集中有一幕 记者跑去堵截美丽 美丽曾用一个恐怖的眼神吓退对方 他娇小的身躯内 似乎同样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最后就是老白和老灰这对假爸妈 从两人的表现来看 老灰轻松谈及阿秀牺牲后的应对策略 这个人的冷血和诚服 同样不像是守法分子 究竟当年秀霸是否存在更恐怖的共发 主角团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有哪些 他们之间到底谁黑谁白 请看下集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就点赞哦 拜拜 拜拜